音樂 但是另外提到就是 假設真的戰爭發生了 戰爭發生了 好 一定有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災難 很多的疾病 傳染病 那我知道就是在其實 之前有些大地震的時候 是真呼籲我們要唸大舊難舟 是 那如果真的決實戰爭發生了 我們持這個舟最重要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其實在密教裡面有所謂的錫摘法 那麼錫摘法它主要要請白諸尊 白諸尊 什麼是白諸尊呢 就是白色的諸尊叫做白諸尊 這主要是錫摘用的 也就是穿白色的衣服 供養白諸尊 白諸尊其中的就是觀世音菩薩 它是屬於白諸尊 錫摘用的每一個尊都屬於白諸尊 他們要穿白色的衣服 練習災的咒語 習災的咒語 所以大救難咒算是一種習災的咒語 對也是一種習災的咒語 所以我們持大救難咒也可以幫助世界和平嗎 可以的 可以的持大救難咒 就是在救世間的災難 是 那 因為有人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萬一戰爭發生了 因為現在的戰爭可能就是 核子武器 或者是一些化學的這種武器 那其實對水資源或是空氣 都會造成很大的破壞 那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人最重要的就是空氣水嘛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去 讓我們得到的這個水跟空氣可以比較的清淨呢 因為聽說在這個連身符裡面 有一個防武溫符 那這個跟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假設有一些大災難 那有一些瘟疫或者一些疾病流行病 是不是也有一些幫助的作用 我以前這個在西雅圖的時候啊 經常很多的通門弟子 來這個山莊 那麼起了那個那個水 在山莊取水 那麼水用大悲咒給它加持 那麼我們知道大悲咒 大悲水 那個觀世音菩薩的咒語 有這個咒語 那麼以這個咒語 那麼以這個咒語 來念動的話 那個水就會變成能量水 能量水呢 大家不知道的這個 每一次經過這個 這個海關的時候 經過海關 然後進去裡面 它就會想 它說奇怪 你們這個 從這個西雅圖出來的這個水 它說明明是水 為什麼會想 很多同門啊 有這個經驗 拿了西雅圖的水 這個出海關的時候啊 都會想 那麼都會想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裡面 這個水裡面 已經有觀世音菩薩的能量在裡面 不會把這個能量的水啊 這個海關不相信啊 他說你不相信我喝給你看 這其實就是水而已啊 那它具有能量 對 已經有能量了 那這個能量呢 可以這樣子講 把這些水 倒到污染的水上面 可以幫助眾生 把這個水變成好的水 對 感謝師貞的開示 所以師貞說 我們其實可以把大杯水 滴在被污染的水中 是可以去稀釋 淨化已經被污染的水 這跟我們畫那個大杯咒的符一樣 你把這個符放到水裡面 這水就變成有能量的水 有能量的水 再把它摻到污染的水裡面 這樣子就可以救眾生 感謝師貞 感謝師貞 還有一件事情啊 崔利亞有一位師姐 她請師貞的話 然後經過這個海關 那海關呢 這個就一直追著她的這個行李箱 說那個海關就講說 你這個行李裡面一定有帶著水果 水果 對 然後就一直找 那個狗一直叫啊 裡面有水果 然後沒辦法 就只好把整個行李打開 裡面沒有水果 只有一幅畫 這一幅畫一打開呢 因為裡面有仙桃 這一定是 古師尊畫的 古師尊畫的仙桃 它聞到那個仙桃的味道啊 狗聞到那個桃籽的味道 所以我想這樣子 將來如果沒有糧食吃的話 我們就吃仙桃 哇 師貞會很忙喔 這個很像以前我們有一個成語叫做 畫餅充雞 是 畫餅充雞 你沒有東西吃啦 你畫一個餅 然後就把餅吃 把那個畫吃掉 叫畫餅充雞 是 我們畫桃充雞 而且師尊的桃子一定是非常有能量的 真的 真的沒有東西吃喔 真的 如果是說真的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戰爭的時候 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我不是講了白杜母法嗎 是 白杜母法裡面就可以這樣子做 那個白杜母柱頂 中間穿一個 你的這個頂竅 然後觀想白杜母的花乳 進入你的身體 至少可以飽很多千的 哇 花乳可以飽很多千耶 如果真的戰爭沒有食物的時候 好 那沒有食物吃的話 大家可以用這個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我們常常講的 這個 神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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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水法是這樣子的 這個頂上 這裡本來就有一個 我們這個 上丹田的地方 有菩提心葉意 那你安靜下來 沒有東西吃喔 安靜下來 但是你 這個液 用你身上的溫度 去把它染 它就會滴下來 滴下來 滴到這個牙齒 啊 牙齒 跟這個牙齦的中間 的時候 你用舌頭去給它 啊 繞一下 那會有水 就變成你的唾液 嗯 然後唾液一直把它 一直把它攪這個唾液 攪到整個嘴 全部滿滿 全部都是唾液 充滿的時候 你把它驗下去 驗下去 但它驗下去 這樣子就已經有很多的功德了 你再吸口氣進來 上氣下壓 下氣上體 把它放在下丹田 就是你的這個 激輪這裡 下丹田是激輪這裡 然後你一口一口的吞 一口一口的吞 打中一口一口的吞 你只要吞了很多口 你的肚子就不會餓 這是救命的方法 救命的方法 救命的方法 因為啊 最高明的瑜伽室 他只有吃空氣 叫食器 食器足 瑜伽室是食器 也就是 你吃的東西是什麼 空氣 空氣裡面有很多的營養 你依照你的空氣吸進來 放著 跟你的天庭水 合在一起 就變成營養 那你身體不需要營養 你只要吃空氣就好 你們回去念了 這是宜家室的修行 這是宜家室的修行 我跟你講 這就是神水法 宜家室的修行 是靠這個 幾天不要吃 雖然 雖然你的這個 脂肪會少 但精神還是很旺盛 是的 他也是一個減肥法 對啦 沒錯 沒錯 減肥法 是減肥法 也是一個宜家法 精神還是很好 你身體的營養不缺少 是 我們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不能試啊 因為太瘦了 不像師尊